在北北基桃的共同生活圈當中 今天是只有桃園照常上班上課的 這也讓林口和龜山 這種新北和桃園的交界處 只有一線之隔 就出現了放假 和沒有放假的差異 除此之外 新竹寶山在二號上午 因為短時間的強降雨 造成了通往竹科的重要道路 淹水 讓民眾通勤工作 都受到影響 昨晚降大雨 雨道路淹大水 湧入人趕上班 盯著頭皮射泥水同行 有人摔車受傷 有的汽機車拋錨熄火卡半路 颱風卡弩來襲 二號上午八點多 外圍環流為新竹縣寶山 帶來間歇性大雨 寶山交流道是通往竹科的要路之一 暴雨狂蟹阻礙通行 一度讓上班族頭痛 當地鄉長說 疑似水土保持沒做好 泥沙流徑排水溝造成雨水無法 懸泄 目前狀況已經排除 台積電二奈米的廠區 然後還有亞東氣體 還有包含科學園區管理局 所做的道路工程 各單位都沒有做好我們的水土保持 在往北的桃園市民三號 一大早人車來來往往 也得加緊腳步上班 桃園僅民新北一邊要上班 另一邊放假 多處交界地帶 只有一線之隔 市民兩樣勤 包含桃園歸山及新北林口 一條國道分隔 通稱的林口長庚院子登記在龜山 就要照常看診 巴德河因各一帶 同條道路被切割 桃園路沒放假 櫻桃路變熊斑 以及回隆地區也呈現不同調 由於和北部是共同生活圈 桃園市長張善政曾說 原則上同步作業 但這次颱風最後沒有一起放假 引起不少質疑 中山正表示還是要考量實際情況 而桃園三號上午風雨不大 該不該放假 市民也有兩派看法 記者